大家好 欢迎来到曼子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数组的便利 这节课我们接着来往下学 学习一下数组中的运算符 首先看一下在数组中有哪些运算符 第一个我们想合并数组的时候 可以通过加号来合并 加号运算符把右边的数组元素 附加到我们左边的数组后面 如果说两个数组中都有相同的一个见名 那则只使用我们左边数组中的 右边的就会被忽略掉 第二还有等号等号 比较两个数组是否相等 它是具有相同的见值 对则是相等的 它返回的是处 必须是见名和见值都相同 才返回为处 那两个等号 曾经我们在学比较运算符的时候 是不是也说过 值比较值是否相同 那接着再往下和它相对应的 还有三个等号 那三个等号代表全等 如果说全等比较的时候 必须是具有相同的见值对 并且是顺序和类型都要相同 结果才为真 这也说过两个等号和三个等号的一个区别 那再往下两个就简单了 正好是上面两个的一个相反结果 不等和不全等 那接着我们简单的把这个数组运算符 我们来练习一下 来一个例子 数组运算符的例子 那我定一个数组 array a b 再来一个c 这是一个典型的索引数组 这是第一个 那接着再来第二个数组 也是等于一个array 但是我们发现这两个数组的界名 是不是都相同 对吧 当你想把他俩合并之后 写成一个newarr 等于一个dollarsar1加dollarsar2的时候 你再打印了一个数组 结果应该是什么 对 刚才我们说到了 如果界名相同 只会使用左边的 只会保留左边的这些值 那这时候应该出现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是abc abc 那接着如果界名不同的话 这时候会加到左边的元素之后 你可以写成一个 13 12对应的是d 55对应的是e -12 -14 对应的是f 但你这样再合并的时候 你来看 结果应该是 六个元素 后面的会附加到左边之前 那同样的我也可以再写成一个 username 对应的值是king 那下面的如果再有username 对应的值是king 那这时候保留的应该出现的是king 你看到 username 是king 这样的效果 而不是后面的 把之前的给覆盖掉 这一点需要了解 这是合并数组 可以通过加号来合并 那能合并两个 我们来试验一下 是否能合并三个 $ar3 等于一个array 再写成一个 11 22 333 写成一个值 test1 好 简单的一复制 test2 test3 接着你再来一个 加上一个 $ar3 看一下三个数组 是否可以合并 同样的 也可以 会把它加到之后 同样的规则 如果界名重复的话 只会保留之前的 而不是保留之后的 这样的效果 这是合并数组 那接下来呢 再来比较一下 两个数组 是否相同 我们可以再来写一个 $ar1 等于一个array 第一个值是1 第二个值呢 写成一个 0 那接着第二个 我们再写成一个 ar2 等于一个array 第一个值是处 第二个值是false 或者你先写false 再写处 那这时候来比较一下 我可以挖dump一下 $ar1 等于等于$ar2 来比较值 是否相等 那现在你来看 应该是等吧 对 不等 因为什么呢 你看到我们说的 两个等号 比较的时候 是比较 鉴值对 鉴值对 如果相同的话 则为真 那现在你看到 第一个 它的值是1 它第一个值是false 那1等于false 肯定是不等 但是如果你把它俩 调过来 这时候你再看 写成一个false 那现在结果 应该是相等的 布尔的 处 这样的效果 两个等号 值比较 鉴值对 是否相同 同样的 你再往下 再写成一个 3对应的值 是a 再往下 你再写成一个 或者3对应的值 是1 字符串的3 对应的值 是一个处 那现在你看到 它们两个相同吗 我们来看 值比较 鉴值对 值是否相等 那看到结果 是不是还是真呀 对 没问题 那两个等号为真 你再来看一下 三个等号 三个等号要求比较 值和类型 并且顺序都必须相同 你再刷新 应该是false 顺序相同了 但值也相同 但类型不同 所以说返回的结果是false 那现在呢 我们再把顺序变一下 写成一个 3对应的值是1 把它拿过来 放到这 那这时候 你再来看 写成一个 0对应的值是1 写成一个 1对应的值是0 那第一个 比较两个 是否相等的时候呢 这时候应该是 处 不认的处 而同样的第二个 肯定是不等 因为顺序就不同了 这是三个等号 那简单的 再把后面两个 也测试一下 $AR1 不等于$AR2 这时候应该是一个假 或者你使用这种 不等于 也可以 这个运算符 我们都是见过的 包括不全等于 那这时候呢 应该就是一个 真 好 看一下 false false 处 这样的效果 这是数组运算符中 常用的这些运算符 那这节课呢 内容比较少 简单的带着大家 来看了一下 数组运算符 主要比较好用的呢 其实比较这一块 不太常用 但是合并数组这一块 你可以使用加号 来合并 那以后呢 我们学到数组 函数的时候呢 也可以通过 数组函数 来合并 多个数组 也是可以的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 数组运算符 简单的应用一下就可以 那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